您如果想要帮助弱势团体 很多人会透过捐款做志工之外 也可以把家里面用不到的二手物资给捐出去 让弱势团体可以贩售这些物资为生 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之下 这个曼菲尔就透过了工研院协助 导入了一套消毒系统 确保这些二手物资可以有彻底的清洁 除了保障伸障者的工作环境之外 也让选购的民众免于感染风险 书包上的雪宝睁着大大眼睛 箱子里还有其他二手物资 都是民众的爱心 要提供生长者在商店中贩售 照顾自己的生活 而在疫情冲击之下 这些来自各方的捐赠 也要做好清洁彻底消毒 拿起喷枪撒出消毒液 再将一整箱二手物资 送进轨道式的消毒系统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上上下下做好消菌工作 爱恒曼菲儿在公研院协助之下 导入消毒系统 就是要保障生长者的工作环境 除了确保生长者的健康安全之外 也让到店里消费的民众 多了一份保障 很感谢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这样消毒过 我们就很放心 这新冠病毒肆虐下 国内各界做好消毒 就是希望防疫别出现破口 海新闻中命县成名 黄皮轩新竹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